全國的九五至尊大樓 那前方在旁邊這個可能大家看到 會覺得它是停車場 或有人說是籃球場 就是這塊土地 那是在今年7月 花蓮地檢署也已經含文說 這裡就是違法使用 那違反什麼法呢 區域計畫法的第15條第一項 就是簡單說農地非農用 因為它是農地 那這個法令的話 它必須是要執行 要有這個甚至連續開法的這個情形 那我們其實也是很多的民眾反映 那也有接到檢舉 那當然這一件事情 對一個法治社會國家來講 是很明顯的 就是縣長跟立委夫婦帶頭違法 一個是傅先生是現任的立法委員 知法犯法 徐正衛女士是現任的花蓮縣長 那這樣子是只准周官放火 不准百姓點燈嗎 因為我手中這裡就有民眾被連續開法兩次 就是難道花蓮縣政府遇到縣長跟立委夫婦 這個法令就會轉彎嗎 所以我們本黨團民進黨花蓮縣議會黨團來這裡來要求要依法執行 花蓮縣政府要盡快的要開罰要裁除要回復原狀這樣子的一個法令的動作盡快完成 因為這裡這個情形至少有五年以上就是前任的縣長傅崑崎現任的縣長徐正衛 兩任的縣長就是這個違法的事實在這裡為什麼都不處理為什麼要帶頭違法 這是我們今天特別要強力提出來 請傅崑崎立委要來明確的快速的以及徐正衛縣長立刻來處理 還給民眾還給花蓮人一個公平正義的一個花蓮乾淨的花蓮 請了解 查詢